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台湾总统与立委的选举 结果已经尘埃落定了 中国国民党成功争取 在未来四年继续成为最大的在野党 我在这次选举当中有几点观察 以下逐一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关于最大在野党 中国国民党 其实他们在立法院当中的总值次 是有微幅增长的 上一届国民党只有35值而已 今届就轻微增加了三值 去到38值 但是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总统的得票方面 上届朱立伦只有381万票而已 今届换上了韩国鱼以后 就得到552万票 这个增幅其实挺惊人的 而且总统的候选人原来是一个所谓补助款 韩国鱼和韩岛经常强调 台湾安全、人民有钱和高雄发大财等等的口号 这次他也不能说他自己不是发大财了 因为根据这个选举的规定 只要在总统选举当中 他的得票是达到当选票数的三分之一 就能够得到每票新台币三十元的补助款项了 根据韩道的所得票数 是552万多票 乘回每票三十元的话 原来是得到最少 是有1.6566万新台币的 这次真是肥过肥仔水了 寒度发大财 恭喜恭喜 哈哈哈哈 我们又说一下他的韩粉 原来很多韩粉的向心力真的非常强 尤其是在点票过程当中 他们展示出那种欲紧和悲壮情绪 大家可以观察到不同媒体也有报道 原来韩粉有部份是钢铁韩粉的那一班 准备说要执行李移民回中国 他们到底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他们就说 蔡英文当选的话 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 因为他继续执政的话 只会害了台湾 他们的总统就只有一个人 就是韩国瑜而已 于是乎就会选择在蔡英文当选之后移民 甚至乎网上边还有一些懒人包 都是推了出来的 那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说到底如何移民中国呢 他又举了几个方案 而最低风险的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说要在中国香港生活七年的话 自然有所谓永久居留的能力 自然就可以回大陆定居 正式移民中国了 只不过你这个方案 似乎就是整股来香港人而已 使得很多钢铁韩粉会来到香港那时候 但是我觉得可能那些韩粉 只不过是一个情绪发泄而已 其实反映得出 他们就真的非常真心支持这个韩国瑜 那种向心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那种团结的力量 也是非常大的 但至于有没有人真的移民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没有的 但那种不是移民 那种人就纯粹回大陆定居 好了 至于就说一下另一个政党 其他小党 所谓第三势力 说一下这个亲民党 其实亲民党长期都是 这个南营里头 一个边缘的政党 在今次来说 就完全是泡沫化了 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汇来形容 叫做灭党 因为在这个立法院当中 就正式是一直都没有了 以往还有两三席在调名 关于亲民党有几样东西想说 第一就是他们的总统票 就由上届的13% 跌到今届的4% 至于走了那9%的人去了哪 很明显就全部去了国民党那边 因为国民党的总统票 就比上届多了8% 很明显就全部就是所谓气宝 就是气宋保寒 这个和赵少康最后在选举之前两天 在台北的海达格兰大道 造势大会当中 他就哭话了 他就说了一句说话出来 就说投宋彩虞是等于投赛英文 因为宋彩虞的胜算是等于零接近零的 投他的话就等同送票给这个赛英文 所以就要求所有那些 呼吁那些蓝营的支持者 全部归边去了这个韩国鱼那边 其实这个气宝策略就已经成功了 之不过你所得的票数 实在是根本上加起来都不过半 所以气宝也好 戒不戒票也好 就已经是无关重要了 好了 至于亲民党的政党票方面又怎样呢 就是由上届的接近7% 去到今届只剩下3.6% 刚刚线就达不到5%的门栏 即是在这个所谓不分区的立委选举当中 于是他们在这个立法会就归零了 一直都没有了 只不过他们又可以得到一件事 就是叫做政党补助款 即是台湾那些政党政治 搞得非常成熟 不管他是总统的候选人也好 立委的候选人也好 只要他达到某一个门栏以后 就有公帑对他们作出资助 那你应该是政党政治才能够发展的 当然也都可以发大财 到底这个政党补助款是怎样计算的呢 原来根据规定 只要在立委选举当中 不分区的选票 得票率达到3%以上的政党 就可以每年 每票获得50元的政党补助金 是每年 即是连续四年 即是整个立委任期 这四年 每年都可以得到每票50元的资助 好了 到底这个亲民党他得到多少票呢 他是大概得到51万8千票左右 好了 成为每票50元的新台币 再成为四年 他总共得到的资助金额 是有新台币1亿360万 是1亿360万 即是说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对于一个政党的运作来说 绝对是足够的资源 是顶到四年 所以这个就非常之重要了 有些人不明白 为何宋楚瑜不停地 每一届都走出来参选 其实他参加这个总统的选举 根本上就是汉装武剑 志在佩公 他选不到就肯定了 大家都知道了 只不过他就想拉抬 全国不分区立委的选举 务求达到5%的门栏 就可以得到立委的议席 只不过就算得不到也好 也有个安卫奖 过到3%的门栏 都可以得到政党的补助金 也很和味 除了他们得到以外 台湾基进党都可以得到补助金 台湾基进党就是泛陆那边 亲民党就是泛南那边 第三个观察就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民众党 台湾民众党 这个政党是由阿文哲来创立的 他第一次参加立委选举 虽然在这个分区立委当中是拿不到议席 但是在这个不分区立委当中 他一举成为了第三大党 他是拿到五席的 而所得的政党票是百分之十一 这个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 当然了 有些KOL或评论员就说 其实这个阿文哲也是泛南的 或者有些人就说 这个根本上就是蓝皮绿骨而已 两样都不是 根据数据显示 民众党是拿到150万的 即是不分区的选票 大家看看 其实国民党和民进党这两个党 在不分区的选票当中 相差是不过9万票 即是481万票就是民进党 472万票就是国民党 两者是相差少于9万票 但你对比总统选举方面 蔡英文是拿到817万票 韩国瑜是拿到552万票 当中选择的票去了哪里呢 就去了其他小党身上 那去了哪里呢 时代力量就拿到109万票 这些很明显都是泛六方面的选票 但是民进党加上时代力量 也是少于817万票 换言之 其实民众党 即是柯文哲那个 他是吸纳到部分是泛六的支持者 当然只吸纳泛六就不够了 泛南那边他又比较多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包揽了 南六两个光谱支持者的第三路线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他绝对是没有特别倾向于泛南或者泛六阵营 他事实上是做到一个第三势力出来 当然很多人就评论了 到底他会不会是为了2024年的总统选举铺路呢 我不排除这件事 但是言之上早 大家想想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当中 国民党一举拿下了15个现市长的席位 当时韩风一时无两 大家都认为韩国瑜应该去参选总统 当时就觉得蔡英文也差不多了 但是世界上实在有太多的变数了 一场反送中的运动就使得整个形势逆转了 所以目前你说的 到底阿文哲会不会参选2024年的总统呢 当然就是言之上早 但是他在2024年参选的机会 就绝对比起今年的机会是为之大的 为什么呢 今年大家看到蔡英文的势头实在是太强了 而且他今届如果阿文哲参选的话 他就要带职参选 他还是台北市市长 但是他的任期其实就去到2022年的年底就戒满了 当时如果他再去参选总统的时候 就不需要有一个带职参选的尴尬 因为目前来说你看看韩国瑜 他带职参选非常尴尬 而且当他输了这个总统选举以后 他回去还要面临高雄市民的所谈劾和罢免 那就非常之凄厉 所以这个阿文哲如果他真的在2024参选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这些事情 但是到底他会不会呢 其实下一个指标就去到2022年的选举了 到底他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选举当中 拿下更多的席次呢 这个就对于他会不会踏足2024年的总统选举 是一个非常大的指标作用 最后就讲一下这个时代力量 这个范略政党其实在这一刻就已经正式被边缘化了 虽然他的席次减少不是那么多 上届五席 今届三席 但是今届来说这三席全部都是在这个不分区拿到的 上届其实那个时代力量就得到 和民进党相信是有协调了 于是乎就得到民进党的让路 他就在这个地区的立委选举当中是可以拿到席次的 但是民进党是非常之厉害地玩这些政治和选举的操作 他成功将这个时代力量的林厂佐和洪池庸拆反成功 于是乎这个王国昌他自己又不去选了 在这个地区的分区立委当中 他自己就去了不分区排第四名 可惜公共败垂成 他只能够得到购票拿到三席而已 但是他那个政党的得票 都是由上届的6%升到今届的8%的 可惜刚刚不够票他就战败了 所以今届来说 因为他得罪了民进党 其实他监察民进党的力量就非常强大 当然就是不会like你 你经常批评民进党 于是乎就整股你 现在就正式是边缘化了 因为王国昌其实就有一个所谓战神的称号 但是你战神也进不了这个立法院里头 你那些同事进去 那实力就差很远了 所以目前实力事实上就是边缘化了 比起以前 而且你在这个分区立委当中 当然你和民进党全能撞细区 所以在无礼仰底下 就是一直都没有了 目前来说我所看到的观察就是这么多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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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